然後接下來是Ronnie Ronnie要跟大家就是來介紹 就是開放政治獻金2023喔 大家好我是Ronnie 那我先講一下政治獻金 因為台灣的政治獻金法有規定 只要你要參選然後你要募款 那你所有的金流 就是你的收入 大家捐給你多少錢 跟你的支出 都必須要去跟監察院申報 然後申報之後監察院要公開給大家查閱 那在最早期的時候 大家要查閱 只能去監察院裡面印出紙本 然後你只能用紙本 帶出紙本 所以大家是很難分析去處理這資料的 那在2014年第八次Ginni VK克松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有人帶著這資料進來 然後那時候我有發起了開放政治獻金 我們利用群眾外包的方法 將那些紙本數位化 然後最後就成功的 就是讓大家可以去查閱 是使用這些資料 那後來也推動到2018年的修法 所以2018年之後 那個就是政治獻金資料 都已經上網公開查閱 所以這些資料 我們不用再去印紙本出來了 那所以大家也很好做分析資料 但是2019年的政治獻金平台查閱平台就上線了 那目前明細也都可以網路可見 但是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因為法律規定說就是選後三個月你要去申報資料 然後三個月後再加六個月 今天查閱才會公開資料 所以時間要等非常非常久 所以像去年1.126的九合一大選 上個月縣市場公布了 但到現在我們還查不到議員的資料 那所以政治獻金會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那我有做一些簡單的資料分析 那我下午短講的時候 也會講說這資料分析怎麼做的 那都沒有用到程式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對資料分析感興趣的也可以看一看 那麼首先就是像有幾個集團 就是捐款特別多 像遠東集團上來都是捐最多的 但是遠東集團在去年2020選舉的時候 它本來2018的時候它捐6800萬 但是到2020年的時候它已經歸零了 那原因是因為他在2021年的時候 被習近平制裁 習近平說因為那時候說他在中國 因為違反環保法規 所以被罰10億台幣 但後來官媒有出來講 是因為你捐錢給民進黨 那所以徐居東就因此就沒有再捐政治獻金 去年就沒有接任何政治獻金了 那這件事情可能造成一個相關影響 是我這邊用產業別來分析 發現到說本來那個不動產業占24% 跟製造業差不多 可是到去年的時候不動產業提升到30% 然後製造業下降到20% 差了10% 那所以其實我們這不動產業的 政治獻金越來越多 可能就造成了政策或是候選人 會慢慢的往不動產業傾斜 不動產業對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 那這是政治獻金可能造成的影響 那所以它跟居住正義可能相關 那麼我5月11號發生新復發的時候 我那時候本來想趁說 我們其實要讓這個資料盡快 再選錢就能讓大家去檢核 但是這個提案被拖了很久 然後 那個5月25號我這個提案終於送成功了 就是我提了一個提案說 政治獻金企業的捐款 應該要再選錢就能公佈 那所以我目前就是想要推這個提案 那目前目標就是希望60天要達到 5000人出來聯署 所以目前已經訂好 下禮拜五我會跟工都盟開一個記者會 就是要來推廣這個提案 然後再來就是今天希望能夠組成一個 就有點像開放政治獻金聯盟之類的 然後以及我們持續會對做資料研究 然後去做一些那個論述 然後以及可能會做一些 去跟學者訪談 然後找相關團體之類的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對政治獻金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來跳這個坑 謝謝大家 好 接著去聯署 接著去聯署 通告 谢谢大家